ODIA JUNGLE 俄罗斯塔斯通讯社TAS18日报道 根据俄国军事合作体系的消息人士 俄国已依照2014年的合约 开始运送S400防空飞弹系统到大陆 专家分析 如果大陆在沿海部署射程覆盖全台的S400 将严重威胁台湾空军 消息人士18日指出 合约已开始执行 首批货运已送往大陆 RBGO等于WIDOWADSBYGOGLE BUSH 根据内幕人士透露 此批装备包含S400系统的控制站 雷达站 燃料和工业设备 备用零件 多种工具和零件 俄国和大陆这项合约并未涵盖技术转移和生产许可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不远评论此报道 英国斯普德媒体 SHEPHARDMEDIA主台资深军事记者雅文德 WEDLMINNICK告诉德国之声 大陆去年已开始在台湾周围绕岛飞行 希望能掌握台湾的领空权 大陆原本已有设成可覆盖台湾北部领空的S300系统 S400系统更可覆盖全台 严重打击台湾空军 严文德分析 一旦交战 大陆将直接攻击台湾战斗机 另外可能的攻击目标还包括E2鹰眼预警机 T3反潜机和台湾军事基地上 准备起飞的军机 台湾可以试图战扰S400雷达反制 但能否成功仍未可知 阿菲、Google等于WINDOW、ABSBYGOOGLE、BUSH 俄国去年12月宣布近期将交付S400系统 并在同年训练一批大陆军事人员使用该系统 大陆是第一个向俄国采购S400防空飞弹系统的国家 原定2016年交付 但交付时间速度延后至今 S400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长程反空导弹系统 设计用来击落飞机 寻翼飞弹和中程导向飞弹 也可攻击地面目标 特别适合在强烈电子干扰的环境下作战 S400系统最大特色就是可发射低、中、高空和近、中、远程各种飞弹 最远射程400公里 高度可达30公里 来源 好